台九线道路拓宽工程目前位在玉璃镇妈祖宫前路段 花东公路大雨段拓宽工程地点正在进行路灯一致作业 那么玉璃镇公所和相关客室主管前往视察 并且也呼吁民众行车时都要随时注意路况减速慢行 以保护自身的安全 目前位在玉璃妈祖宫前路段 花东公路大雨段拓宽工程地点正在进行路灯一致的作业 玉璃镇公所与相关客室主管前往视察 并且呼吁民众行车时都要注意路况减速慢行 以保护自身的安全 今天下午跟公务段的陈段长来这边做一个 花东公路大雨段的一个拓宽工程 大家可以看得到目前工程如何如何在进行当中 江东城特别请玉璃公务段在施工期间 以辅助设备方式解决路段照明的问题 像是强化警示标志 加装各类警示灯等等 因为工程的一个进行当中 可能在一年左右的一个时间点 会把这边的路灯造成设备 会做一个移动 台九县花东公路是花东重骨最重要的交通要道 公路总局推动道路拓宽改善计划 期待能够提升旅游观光 也能够增进当地的交通便利 记者高双双玉璃镇采访报道 唐双玉璃